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 我 我非常饿啊 现在 这个早餐呢是 一剃包子 豆腐脑 然后一个豆浆 早上要去哪拍 先去棒球馆 然后再去篮球馆 然后再去篮球馆呢 棒球馆 我又不会打棒球 我不会打棒球 吃豆腐脑是吃咸的还是咸的 咸的呀 没吃过甜的 哪里有甜的 那会让我们明天早上变成甜的来吧 不敢想像甜的那种味道 不就应该咸的加醋吗 然后加菜 我点了两个馄饨 但是我那个馄饨我也想吃 你想要馄饨怎么吃的 馄饨 这两个 一个是蟹肉的 一个是鸡汤肉 然后是中式早餐吗 嗯 偏爱中式早餐 唐舟的小笼包 还有我妈妈做的都是平时早餐 你妈做的早餐是什么样的 牛排 哈哈哈哈 下午饭 你说是中式早餐 那怎么办嘛 你那碗打酸吃的 嗯 那碗 打酸 你急什么 所以每天都很晚睡是吗 嗯 嗯 三四五六七八点 不定 那不是哪人叫你战老 变丑 破罐子破帅 没事 所以你是偶像实力派 不是偶像派 我是清纯少男 偶像实力派 你知道清纯实力偶像派 你早上不会吃两大碗红色 加一个豆腐脑 加一个小笼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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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吗 那我不吃了 没事 我就是清纯实力 我像煎清纯派 吃饱了 吃不下了 这是蟹黄的 所以每天早上出去的话 多少时间打扮 打扮 因为我头发比较卷 所以我要拉 每天都要拉 15分钟吧 15分钟差不多 拉一个头发 就可以出去了 不打死吗 我一个男的出门需要打底吗 越来越高了 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 发现自己长得很帅吗 那要追溯到 出生之前吧 点心一下 啊 接什么 怎么叫出生之前 娘太脸上 快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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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吃几个不行吗 这烫好喝啊 真的 这出来是什么样的 想吃什么呀 我现在已经吃完早饭了 然后我现在要去打棒球 Let's go 哇 好大的一个棒球场啊 我现在是要就是选棒球棒还是 选棒球棒呢 主要是根据你自己手的力量 手的力量 对 来 你试一下这个 那我之前一点基础也没有 没关系 没事吧 我会跟你说一说怎么打 是 然后注意些什么 选棒呢 主要是看左手这儿握到棒根以后 左手打 左手 啊 握住棒以后 你看这个能不能随意的把棒挥平 挥平 对对 棒一定要平 不太随意 就是有点重 哈哈哈 那你可以试试这个去 这没问题 啊 行 就是这个吧 对可以 手套也要拿出 我要拿这个 这个是 这手套是头脯手套 头脯啊 啊 啊 看得起来 啊 哪个 这个 这个是都是棒球专业的基打手套 对对对 蓝色的吧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 大的时候带着 行 这个基打手套呢 主要作用是防滑 好的 哇 这一个三千块钱呢 二十元啊 行 哈哈 那买得起 把后面稍稍带上 好 嗯 就是说这儿勒得越紧 对你的腕子保护做有贵 是吗 那再帮我勒紧一点吧 OK 好 谢谢 来 那咱们到圈里吧 好的 好 先说站姿 双腿分开站 好 分开宽度比自己肩膀不欢迎 OK 脚尖朝前 平 咱们击球的位置呢 是在左腿的正前方 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两个手挨得欲几个好 往中间走 这样子 不不不不 往中间走 OKOK 机器的提示灯一亮 咱们做个准备动作 先握棒 然后 推下开 对 半蹲 这个棒平衡到脸的右侧 然后左手抬高到右肩的高度 棒稍稍往后两一点 右手抬起来 就是这样 要压住 然后左臂跟身体加紧 加紧 对 对 加紧 然后左手就不要再离开身体了 这样子 对 只要听到出球的声音以后 立刻向左转身90度 转过去 转身的同时 左手正是在右肩的高度 嗯 拉到肚臍附近 然后 左手 这不是拉过棒子吗 左手按理判断的高度 把棒子拉到击打的高度 右手顺势推棒进行击打 左手 往回带 右手往前推 一边推一边翻按 屈肘排大臂 棒子就收到左肩后 对 自己掌握一下 三 转 转 转 一 二 三 转 好 放高 放下 一 二 三 转 哎 太低了是吧 啊 对 注意进身球都不打 啊 哎 高了 这个球高是吧 放 球高 啊我刚放的球高 我怎么觉得球 哎 哎 哎 还是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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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出没了 就说一下打棒球什么感受 十分有趣 你之前打过什么 没有打过一次都没有打过 之前去看过一次棒球比赛 我觉得吧 今天这次棒球让我体会很深 悟到了人生的哲学 握这个东西不能握得太紧 正手 手很疼 我现在要加个阔虎除了棒球 我给我 嗯 十分吧 十分 好像是三球 但是吧 我觉得 第一次打 打到了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其实 嗯 真的我第一次接触棒球 有啊 别别说了好像没看到过 棒球 棒球 棒球有什么 棒球有什么动马 棒球小子 哈哈哈 足球小子 真的是 那是网球 我刚刚命中率有什么 我刚刚命中率高达百分之三点几 就是我觉得其实第一次打 已经很不错了百分之三点几 老板我第一次打 那个四十球打中了两三球 算好的还是算坏的 应该说算比较正常 哈哈哈哈 嗯 有任务 就是待会儿晚上 我们要去吃火锅 然后 你要自己去买菜 但是我们没有钱 待会儿就 我也没有钱 但你能打中几球 然后 就给你做了 啊 既然已经上升到 钱的层面了 那我就要 不隐藏我的实力了 火锅大餐 中央挑战 边打棒球边进行 听歌曲猜明游戏 20球 打中一球 获得十元基金 一边猜歌一边打棒球 打中一球 获得十块钱 然后 猜对一首歌获得十块钱 所以 20球也就是说 200块钱 然后再加上歌 就我们那么一大部分人一起吃 啊我自己啊那行那行 来吧 好 我们去吧 好 好 OK 呦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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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呦呦 我不是叫歌名啊 下一首 在你身后像影子睡 追光者啊 插到了插到了插到三球 三球啊 下一首 诶 啊 我这首好像知道的 等会了 诶 副歌 请给我副歌 插到了啊 清险 här 地震 啊 李佳海是吧 啊 飞龙海的歌 忘了 下一首 下一首 确实会 不是 不是 那个 那个 林俊杰的 林俊杰的叫什么 忘了 林俊杰的叫什么 裸叶堆积了好几层 裸叶堆积了好几层 换 这名字很难想你知道吧 包括林俊杰刚那首我超喜欢的都是 看出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 甜甜的是吧 不是甜甜的 叫什么 过 过 过 怎么都那么熟呢 这首歌就叫雪猫叫吗 雪猫叫 等会儿 让我现在静下的心来我来讲 看 明决定跟他回家 放弃了我 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 对啊 我不知道这首歌 这首歌不知道叫什么 等会儿 啊 等会儿 林俊杰那首歌让我再想想啊 全国眼神 你遇上 我遇上对的人 我会见转身 而现实如红尘 最致弊 最致弊 我打中了 石球怕 八个八个 啊 什么 又业追光者 学猫叫 那也算 玄冒教还有什么 最致币50块钱80块钱 好 130块钱啊